好,回到年二十九的啤梨漫步 固然之,明天就是年三十晚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年三十晚 為什麼呢? 2025年,2026年,2027年,2028年,直至2029年的農曆年 都沒有年三十晚 連續幾年之後只有年二十九 年三十晚真的要好好珍惜,大年三十晚 OK? 我們今天是年二十九,最後一集跟大家見面 明天年三十就開始沒有節目了 明天我們會繼續營業,直接砌下去 砌到七點而已,不會太晚 還要買東西的朋友可以明天上來買東西 其實本身我一早打算在年三十晚做一個大抵抗 第一,我不能帶多少 第二,大家也要回去吃飯 其實我這幾天的客流是少了 雖然生意也要頂得住雞頭 大家可以,例如買濕嫖民 買成的醋,今天已經到了 你自己計算量,因為你要初八節開工 譬如說,那些翅膳好吃,我想買一個金某翅膳 換多幾個,像今天風水河馬 換了十個八個,要魚翅拌飯 因為前日去生日,要吃齋 現在過十二十一點,過了生日就馬上魚翅拌飯 OK?好厲害 大家可以上來買東西 明天七點鐘之後,套年就關了 什麼時候開呢? 初八,星期六 星期六,因為那日是好日 我們會十一點,開工營業 星期六當然沒有節目 就去到正常了 六點鐘,正常是星期六營業時間 十一至六 然後呢,星期日當然是休息 星期一我們就開始正常有節目 即是說,如果計算到初八,初九 應該是初十,星期一正常有節目 我也會在這裡 但初十一,新十一到新十四 那四天我就不去香港了 我就去了馬來西亞了 希望大家留意我們的營業時間 和我們的節目時間 那你說中間會不會有些特別的節目 譬如說,阿正的 《醉政分析》 或者其他特別節目 那就留意著我們 不過現在很煩的 就算subscribe 了,like 了 都不一定有通知的 但通常都會有的 OK?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農曆年假期 網友說,新年會不會播 《啤梨漫步》就不會 最正的分析就是 看,阿正有沒有時間做 那就留意著你們的通知 OK? 那天呢,Victor上來 就說他大團的事情 在我們做完節目之後 我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 你真是我們過了一年之後 你不如每個禮拜上來一次 就做兩節或者三節 就真的說你 因為他大了十幾年 中國大陸團 他昨天說 他只是兩個地方沒有去過 但我真的很奇怪 就是福建和海南島 是的 因為他說他公司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欺負他 總之他就專吃豬頭骨的 舒服的那些 就同事拿了 我看他的樣子 都是被人欺負的 好了 又或者他信得人 他最長時間 他昨天說 逗留在烏魯木齊45天 哇,真的會死人 當然了 如果享受 好像我們老朋友 客家道 其實我昨天真的 又不想搶夫 所以我一向都是搶夫 最後了 我們今晚 是這個 兔年的最後一集 啤梨晚寶 農年我們會再見 希望大家有個 愉快的農年 身體健康 我們初十再見 拜拜